从2011年12月16号在美国德州达拉斯拉开序幕 美国神秘艺术团展开了近300场的全球巡回演出 日前在美国水牛城落幕了 而这台顶级的艺术盛宴让满场的观众惊叹震撼和感动 连续第六年的全球巡回 神韵再创世界第一秀的辉煌 演出结束 三度利临西部纽约州的美国神韵艺术团 受到了阿莫豪斯特镇的褒奖 第一次观看神韵演出的镇委员会委员 努切里诺女士难掩兴奋之情 当晚在西斯表演艺术中心内的观众都有同感 不论从哪个方面 他们都认为神韵绝对是最杰出的艺术 啊,他唱歌的练书是棒的 他可能是我的最爱 我真的喜欢在故障中的混音 非常有明显的 剧场 然后节目的剧场 其实感觉到满场 是真相当的 天性的练书 看到白色的练乡 你得见红色的练习 的白色的练习 如果所有的练习的练习 如果权立了一次 放下在空的练习 观众们说 神韵绝对是值得一看再看 沈牛城的演出为美国神韵艺术团2012年的全球巡回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从今年的年底开始 神韵艺术团又将展开他们新一年度 规模更为盛大的全球巡回演出 为期待着他们的全球神韵迷带去新的感动 新台湾记者邱明 美国水牛城报道